我以前的一個同學 他在休息時間的時候 看到他父親 單著磚頭 爬著那個外牆的音架樓梯 往上 大太陽之下 他看到他父親的辛苦 所以他看到 他了解到他父親的努力 但是他以前是不能明白跟體會 所以也引發了一個想法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希望員工的子女 在暑假的時候進到公司來 看到他的長輩在工作的狀況 也讓子女了解到員工的工作型態 那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比較更和諧 所以我才想說 這是一個員工的生活跟工作 跟親子關係上 一個山影的一個做法 您讓他滿意 讓他安心 讓他舒心 他很盡心的在你的工作上 做到非常好 那我們的最大收益就在這裡 就是像我初期剛懷孕的時候 孕吐得非常的嚴重 然後我主管同事都知道 然後他們就是也盡量體諒我 讓我工作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想辦法讓他生理上的不舒服 盡量的讓他便利 所以我們的停車位 有孕婦的停車位 讓他至少距離上可以 不用那麼長的行走距離 因為以前我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躲在廁所裡面擠母奶 對我們來講其實很不方便 來到公司這邊之後 公司有獨立的 就是那個雞乳師給我們雞乳 目前就是有生育補助六萬六 然後對我們即將要生小孩的 就覺得至少短暫可以不用為錢煩惱 不同世代有他不同的需求 給跟得的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樣安同仁的心 讓他可以更全新 更投入 然後更能發揮所長 手朵